各位下午好 今天是星期三也是5月31号 当地新加坡时间是12点55分 那当然今天是这个月份的最后的交易日 昨天晚上我们听到有些新闻 就是跟于那个美国债务那个谈判 现在目前是要通过国会才有办法批准 那目前听说有些声明从共和党里面的党派里面 大概有至少25个会员里面 有一点就是给我们的讯息是 他不会同意通过这个法案 那导致如果是这个法案不能通过 那就不能再继续的往上推了 那如果是我们都知道现在6月份 就是明天就知道6月1号 那当然我们听到那个财政部长 耶伦告诉我们呢 他可能还有大概有四天的一个空间 到6月5号才正式的那个国防部 那个财政部真的是没钱了 那时候肯定就是违约了 那个风险呢 以目前这个新闻来看是有一定的风险 那到底它会不会发生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可是呢不能排除 昨天我跟他讲了 现在不要庆祝了太过早 那可是呢股市呢是不管了 股市呢我们看到 美股呢我们看到 昨天币市价呢是有一点混乱 道琼呢基本上是没有涨也没有跌 可是保持一个沉默 那目前我们看到道琼四个小时图呢 目前币市价在33,054点 基本上呢也没有突破星期一的高峰点 也没有突破上个星期四的低点 导致现在目前呢是在卡住 所以呢应该是在等待 有没有这个通过了这个可能性的一个消息 所以短期里面 大家肯定要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那我们看到S&P500就不管了 S&P500昨天呢又在创新高 可是它是开盘创新高 然后呢再继续的往下拉 基本上呢它还是保持一个 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那新高是目前呢 在今年新高是4231.1 那也这个也离开 我的原本的目标也不是太过远 我原本的目标是4240点到4340点左右 那现在离开这个价位呢 不是太过远 那短期里面如果是它 今天或者是明天呢 它闭市的时候是在 这个4195点的下方的话 那个就不妙了 短期里面它可以跌 可是呢 希望它是不会收盘在这个价位以下 那短期里面如果有拉回来的话 4163到4167呢 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可以考虑做多 特别是那些做短线的 当然我本身不建议 因为呢 它已经离开我的目标太过近了 而且还有这个违约的风险还存在 基本上呢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继续的追盘 可是对那些做短线的 如果你还是有这个冒险精神的话 这个价位可以考虑 那我们看看NASDA100 NASDA100最近的这个科技股的带动价 还是把它拉到新高点 这个是14520点 这个是今年度最高点 也是我这个目标的一个框架里面 这个14135点到14712点的框架里面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市场已经越过去年4月份的一个高峰点 这个相比的话 是短期里面看起来好像要继续的往上冲 可是呢 大家要小心一点 我是不建议大家追了 如果是要追的话 要非常非常谨慎 那我们看亚洲盘日经指数呢 昨天呢 有回调 今天呢 继续的回调 这一次呢 星期一的高价呢 是31560点 这个也是去年 就是1990年7月份的最高点 这个呢 因为最近我们都知道 自从那个巴菲特宣布他已经 转投资日本股市之后呢 就这个买潮呢 就没有停过 短期里面还没有说要回转的一个现象 可是呢 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 总而言之 OK 那我们看到那个香港 香港今天早上呢 还在继续的跌 跌破那个18200点 来到18139点 这个也是今年度最低点 我们看到行情已经来到 我这个我认为可能有这个支撑的可能性 那个价位是17775点到18257点左右 之前呢 这个价位还放的比较高 现在我做一点稍微的调整 这个就是说呢 基本上呢 从这边开始2864点跌的话 这个已经 基本上是已经有点过度了 基本上呢 我是认为 不能再继续做空了 这个价位已经比较适合做多 所以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OK 那大陆股呢 我们讲的当然是CSI300 跟著恒生继续的往下拉 基本上呢 他没有突破星期二的低点 就是3789点 目前呢 这个行情呢 在3795点 也是不会太过远 可是基本上看起来没什么力 可是呢 从这个4267点的跌幅 看来他这个三波浪星 基本上是很完美 来到一个平衡点 这些基本上呢 我也不鼓励大家 再继续做空 相比的话 做多呢 比较有利 OK 那在原油市场 我们看到WTI 昨天往上跌了4% 跌到突破69块 稍微跌破69块 然后呢 增加目前呢 是在69块2毛2 OK 基本上我已经做多了 我觉得这个空间里面 比较适合做多 那如果是对的话呢 很快的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5月份的高价呢 76块的被挑战 OK 这个我是比较乐观一点 OK 那个 黄金嘛 昨天呢 美元开始有回调 导致呢 黄金呢 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继续的反弹 他最近的最低价位 是在星期二 在1932块 1毛次 然后呢 昨天有反弹到 反弹到一个 19563块 半左右 所以呢 目前呢 如果有拉回来的动作的话 在1945块到1948块 基本上也是可以考虑做多的 因为我觉得 第一个挑战当然是要越过1984块半左右 如果他可以越过的话 上面还有这个可能性 目前我的目标是在2600块钱 19.8毛钱到这个追击扁了 OK 现在目前我还没有做多 可是呢 如果有拉回来 我肯定会考虑 OK 那那个 银嘛 银是 比黄金反弹早一天 OK 我们看到行情呢 在上个星期五 他已经碰到低点在22块 6毛8 然后他继续的反弹 昨天也有拉回来 可是呢 目前如果还可以拉回来 那一点点在22块 9毛半到23块左右 我觉得这个价位也是适合做多 基本上我认为 有这个可能性去挑战 5月中的高峰点 这24块2毛1 OK 刚才也讲过了 美元指数呢 昨天有一个回调 美元指数呢 从1043呢 基本上昨天往上有个拉回来 导致呢 黄金有这个机会反弹 如果这个项子的话 不越过1043的话 如果行情可以继续的跌 这个行情中线来看呢 中期的话呢 我觉得美元涨的可能性还是有 可是呢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跌幅 这个短期里面 应该是做美元跌的一个可能性 比较高一点点 OK 那我们看看主流货币 欧元对美元呢 昨天呢 真的是有点反弹 从1.0672呢 开始有反弹到 昨天的高价是1.0747 那今天呢 又再刷回来 那基本上这个空间 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多 不愿意做空 这个价位是10640到10740左右 我觉得这个价位 可能会称得住 短期目标呢 应该是10885到10935左右 那如果行情可以来到这个价位 我基本上是比较乐意做空 硬棒也是一样 可是硬棒的反弹相比的话 跟欧元相比的话 它比较有利 最近我们看到行情呢 这个硬棒从上个星期 是跌到1.2309之后呢 就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短期里面 如果它可以继续的反弹的话 上面空间应该是1.2495到1.2540 澳币今天早上又在刷下来 基本上有跌破三个星期五的低点 稍微一点点 今天早上的最低价位是0.6490 那可以继续下滑吗 我觉得可能信息有的 如果它没办法反弹的话 第一个可能的一个目标 就是去年11月份的低点 就是0.6385 美元对于加币呢 比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昨天从1.3655开始回调之后呢 得到一个最低价位呢 是1.3567 然后今天早上又在反弹 这个反弹可不可以越过1.3655呢 可能信息有的 如果就算它越过的话 我是觉得在这个1.3660到1.3720的空间 可能会阻碍到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空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美元对日币呢 基本上没有反弹 今天我们看到昨天呢 行情来到最高140.93 然后呢就目前来看 我们看到美元对加币有反弹 而真的美元对日币 基本上是没有反弹 主要是昨天 没有在公布的时候呢 日本央行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是大家就在猜 它到底开这个会议是干嘛的 是不是要来支撑美那个日币 我们看到日币呢 已经跌到14亿了 所以可能呢 他们考虑 这个可能在考虑要不要干预 如果有干预的话 肯定是要把日币给拱住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美元对日币呢 可能还会继续的跌 第一个目标我看的 在基础上应该是13875左右 如果行情跌破这个价位 而且收盘的时候 是在这个价位以下呢 它可能有这个机会一跌的话 就跌到13350 这个是比较一个大的一个波动的可能性 大家参考一下 那比特币呢 自从星期一呢 来到28452块的之后呢 就一直回调 到目前又在回调 可是这个回调基本上是一个三波浪型的回调 基本很适合做多 那目前行情呢 以现在这个价格呢 来到27150块 基本上已经可以考虑做多了 因为我之前是有认为 在27745块到28185块 这个价位基本上是适合做多了 我们已经碰到这个框架了 那接下来能不能稳住 大家可以观看 如果可以稳住的话呢 出现一个反转的信号 基本上可以再从这个框架里面 继续做多 短期目标应该是3万块 这个是短期的一个看法 那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